长大后我们总会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捆绑 无法给自己留下单独的时间 我们思考 叛逆 逃避 终其一生 不过是想要成为自己罢了 居住在繁华都市的纽约利兹 是个超高人气的旅行作家 有着依时无忧的生活 有着在商有贵族的交集圈 更让人厌没的是 他还有一个英俊 很爱他的丈夫 然而有一天 他厌倦了这样令无数人向往的生活 想在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他精心的不知心房 达到生活的每一刻 然而 慢慢他发现在这样琐碎的日常中 却看不到自己和丈夫 也没办法提前他内心的想法 他渐渐萌发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想要结束这段辛苦扮演夫妻的生活 然后去寻找自己 有趣的是 此时他的决定 不幸在六个月前就被人演中了 但是他去巴黎岛拜访一个 预言算瓜的钥匙来说 奈处摸了莫大的掌纹 预言他六个月后 将会结束一段短暂的婚姻 会失去所有的财富 但最终都会适合复得 丽兹将近将一日离开了巴黎岛 在临走前 奈处刺想的给了他一张 会有当地人信仰的神像 神像以四条腿来脚踏实地 听天立地 以心围绕来观察世界 奈处希望丽兹 也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神 如今一语成诚 冥冥之中 最后早已注定了 可之后 丽兹还是雷蒂风行的 请求朋友和律师 来妥善解决 离婚事宜 然而丈夫却始终不肯同意 甚至 丽兹拿出他一半的财产作为补偿 丈夫都不为所动 看着不当回事的丈夫 他变得老怒起来 他冤恨婚姻 让他埋葬了所有的热情 和探寻未知的决心 可是 当他看到走进电机里的丈夫 那双泛红的双眼 他开始于心不忍 丈夫始终是深爱着他 被离婚弄得疲憊不堪的他 和朋友跑到酒吧来消愁 却没料到 被台上帅气 年轻的男演员大卫给吸引了 于是一段美丽的婚外情 就这样开始邂逅 大卫也被丽兹的成熟和美丽所俘获 他们开始约会 谈恋爱 相拥而眠 然他新鲜的事物 却始终留不住一颗不吉的心 在丈夫终于选择放手 成全丽兹的梦想时 丽兹也决定出发旅行 去追逐自己心中的梦 他只想留一片彻底的空白 来平衡生活和自己 如果继续被爱情捆绑 那其实不是从一个牢笼中 调到另一个牢笼吗 周历子还是和大家会分手 踏上了去意大利的路上 他带着一厢孤勇 置身一人 来到陌生的国度 周历 除了一本语言词典 便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他一边翻看着语言词典 一边憋脚地念出来 和他能交流 一切如此陌生 一切又是多么令人心潮澎湃 而意大利最有名的魔鬼与美食 曾经他还怕肥胖的体型 谨言盛行地遵照生活的所有闲置 可是却失去了洒脱的自己 现在的他 不想克制了 丽典在人潮涌动中 寄生到最有名的小食店买好吃的 在途中 他遇到了同样来自其他国家的女孩 她们兴趣相投 个性契合 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女孩还介绍了教大意大地狱的老师 给丽典认识 渐渐的 在意大地狱的语言氛围和老师的教导中 丽典的意大地狱也越来越流利 以前想要学习的东西 想要做出了改变 在不知不觉中 竟然就做到了 所以对于意大地的越来越熟悉 丽典也是交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们的欢乐 总是和美食 美不可分 意大地面 披萨 烤鸭 蛋糕 这些都成了生活的调味品 这一切都变得美味起来 原本的结智变得死路鸡蛋 这就是丽典想要的改变 接着 意大地之行完美结束 他下一个目的地和父老的意大地相反 那就是相对较为贫穷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宗教文化浓厚的民族 他们有孙永世的信仰 或许能够带给丽典心安 可到达印度时 丽典看到了街头巷尾 到处都是垃圾 和骨头如财的人民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透露着安宁 享和的神情 因为他们相信有神的庇护 他们甘愿身受一些苦难 丽典简直无法相信 这个看似又黑 磊络的民族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跟着印度人民一样 每天清晨 尽作冥想 可能他始终无法领悟书中的范文 所带给人的想和 竟然在禁足冥想中 睡了过去 一位老者 注意到丽典不虔诚的行为 开始紧紧关注丽典 在多次犹豫无意的交谈中 老者紧紧明白了丽典所经历的爱情 唯一所带给她的浮躁不安 并且 在见到当地女子的行为宴席上 丽典回忆起 自己曾经 也是这样和丈夫幸福的携手跳舞 她想象着 丈夫重新穿着白色的西装 和她甜蜜的在一起 丽典爱过丈夫 并且一直都在爱 这就是丽典回见丈夫的地方 她除了忏悔 便没有其他办法了 看了感受的丽典 老人拿着她 讲述自己伤痛的过往 原来 年轻时的老人 曾因酒后驾车 还有坐在车上的儿子 他无法原谅自己 就逃避到这里 接受神的指引 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 但老人 还是无法放下 但他依旧 全为丽典 最重要的不是等待别人原谅 而是自己原谅自己 丽典敢安地看着老人 他自乎理解了什么 而从此 静坐冥想 变成了他生活 日常的一部分 可印度生活很快 也就结束了 丽典来到他旅行的最后一站 也就是当初遇到赖叔的地方 巴黎道 丽典首先造访了赖叔 和他一起回忆起 当初的那个预言 赖叔看着如今的丽典 由衷地为丽典身上的蜕变 而感到高兴 随后 他请求丽典游下来 帮他腾露经文 还能充满智慧的赖叔 丽典决定 游戏还学习 他和当地人一样 穿着初步 直做的衣服 在进驻冥想后 就为赖叔 抄写经文 然后去当地逛街 慢慢地 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然而一天丽典 正在路边骑行车的时候 却无意中 被一样车 给撑倒了 被撑上腿的丽典 被带了一个 董逸的大姐的一包扎 大姐修饰病人的场所 十分简陋 并且只有她经营的女儿 是她的帮手 一言可见 就为大姐家中 是一瓶奴戏 丽典同情地 看着这对母女 想要为她们做些什么 于是丽典寄行回家 请求好友们捐钱 自己也拿出了一大笔钱 然后帮助大姐母女 捡起了一个衣馆 和一座 温馨的家 这个惊喜让大姐感激不尽 而丽典 也从中感受到了快乐 这能玫瑰 手有一箱 说的 就是这样吧 当天晚上 丽典在能量的聚会中 碰到了成长她的男人 对美丽的丽典 她过目不忘 于是 她情不自禁地 想要接近丽兹 她对眼前就会 面积十足的男人 她也萌发了好感 并且 两人都经历过一段 情不美好 最后却破碎的回忆 心情相激之情 初始两个人 开始交往 正当情意见同时 男人邀请丽兹 也去一个岛上 享受旅行 和爱情的甜蜜 可丽兹 又陷入了成心的困局 这一段意外来临的爱情 打破了她在生活 和自我之间建立的平衡 她一直以为恋爱 就是靠着 摄取别人的温暖来度日 然后从未来来出 却点醒了她 为了爱情失去平衡 本来就是平衡的一部分 万无水到渠成 才是最好的平衡 最后立自勇敢地 接受了男人 和他一起享受 余晖洒在大海上的 自在逍遥 片名 美食 祈祷和恋爱 苏格拉底曾说过 人啊 认识你自己吧 我们人 只有认识自己之后 才能知道怎样 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们都需要经过一段 空白的岁月 一个人体验生活之后 才会明白怎样去生活 怎样寻找平衡和喜难 不一定需要一段旅行 或者一位智者的电话 只要自己愿意 怎样都可以 有时候 这是自己的自欺欺人罢了 明明已经知道自己 所向往的生活 可却是死活不承认 最后 在迷茫中挣扎 要么堕落 要么毁灭 期望之光 其实就一直在自己的身上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靠自己来创造的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们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关注我一下嘛 好不好 大家好